我們前面講折奏有向斜跟背斜 那什麼叫向斜,什麼叫背斜 它的說法,我會跟你講文言文 哇啦哇啦哇啦叫向斜 哇啦哇啦哇啦叫背斜 這些哇啦哇啦通通都不重要 你只要看到圖會認就可以了 那個哇啦哇啦不重要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 折奏有所謂的軸部跟翼部 中間這個對稱軸叫軸部 旁邊有兩個翅膀叫做翼部 聽懂嗎 所以中間的對稱軸叫做軸部 旁邊有兩個翅膀叫做翼部 那我叫你向斜跟背斜 就是根據你的翼部 相對於軸部的運動狀況的情形所知道的 分做所謂的向斜跟背斜 好,第一個呢 我們會把它分這樣叫向你向背斜 我剛剛講過,那個哇啦哇啦不重要 重點是看到圖會認 好,第一個什麼叫做向斜 兩翼相對軸部相向而行 叫做向斜 這個叫向下滑 這個叫向下滑 這叫軸部相向而行 叫做所謂的向斜 兩翼相對軸部相向而行 叫做向斜 OK 這個叫做軸部 翼部向下滑 向下滑 兩翼相對軸部相向而行 這叫做向斜 這叫向斜 OK 這叫向斜 兩翼相對軸部相向而行 叫做向斜 兩翼相對軸部相背向而行 向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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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背而行 叫做背斜 兩翼相對軸部相背而行 叫做背斜 OK 一樣 來 這個叫做軸部 翼部一步 向下滑 向下滑 兩翼相對軸部相對軸部相對而行 所以相向而行 叫做向斜 相對而行 這就是我跟你說的那個蛙拉蛙拉 蛙拉蛙拉蛙拉叫做向斜 蛙拉蛙拉蛙拉那個叫做背斜 這些蛙拉蛙拉通通都不重要 就是人家考試畫了這張圖 你知道它叫做什麼斜 向斜 畫了這張圖 你知道它叫做背斜 就夠了 看到圖會認就對了 OK嗎 這裡的考試重點就是畫一張圖給你 為它是什麼東西 你給我看得出來就可以了 那些文言文通通都不重要 天文都不重要 OK嗎 OK